大家好,今天做个拉丝小面包 碗中打三颗鸡蛋,放适量酵母,适量白糖,搅拌均匀 倒入两勺面粉,搅成面絮,倒入少许的食用油 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,移到案板上 推拉揉搓出这种手套膜 然后再封成等缝的面剂,整理一下 取一块面剂改成椭圆形,撒上红枣碎 从一头卷起来,再改成椭圆形,再从另一头卷起来 这样一个面包生胚就做好了 然后碗中刷油,放入面包生胚 盖上保鲜膜,饧发两倍大 然后上面再刷一层蛋黄液,盖上保鲜膜 水开上锅蒸40分钟,蒙5分钟出锅 轩软香甜又拉似的小面包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双击加关注,感谢支持 感谢观看